裡面都有提到國家希望跟香港要更加多的支援 我們融入科技研發等等各方面的發展 我覺得近年香港和內地的不論是學術界、科研界和商界的雙方的合作 其實很明顯是已經本身在加強著的 這個趨勢其實我看在現在香港政府的政策下面本身都會發展 但是我對於習主席的這個涵件裡面提到的部分的內容 特別是他提到譬如是支持愛國愛港的香港的科研人士 加強參與中國內地的或者一起合作的這些科研的項目 我感覺是一種不需要的、沒有必要的把整個的科研和香港的科技行業 和學術的發展是將它政治化的 我希望這一個不是習主席本身原本的意思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怕實際對我們香港現存的科技方面的發展的優勢 其實反而是背道而馳的 我們經過譬如是在早前去到大灣區那裡的考察 得到的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和訊息 就是香港一定要保留我們在一國兩制之下的不同的差異 才是我們實際上在這個合作之中 達到最強的效益的唯一的方法 我們香港的法治 我們香港的跟回一個國際的規矩去做事 我們的知識產權各方面的保障 正正就是不單止對我們香港的將來的發展是最重要的一個基石 其實亦都是實際上對於中方來說 對於內地來說 其實亦都是有一個這個才是一個協同的效應 如果這個融合是令到香港進一步去內地化的話 其實這個並非我們香港的科研需要走的一條道路 甚至乎來說 如果你說進一步的將我們參與這些研發的人員 都是分成愛國愛港等等的這種語言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是無保於是 甚至乎對於我們的發展被政治化了 其實是絕對沒有利益的 我們香港的科技界的朋友 不論是做學術研究的 或者是做行業入面的發展的 我相信他們最想的都是不想 將他們現在所做的行業被政治化 這一個我很希望中央的領導人是要充分地去理解 主席剛才說 之前香港是為華軍商 都是一部兩制聯絡的建議 那那個解讀是否確保了香港的這個兩制 我不知道怎樣逐句去解讀 但是我只是特別是針對 見到如果參與科技研發 或者甚至這個合作的 你都要分開是否所謂的愛國愛港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必要的 也都不是香港一向做事的方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恐怕就是說 對每一個人在哪一個行業入面 甚至乎任何一個中央 是覺得他們重視的香港的某一個行業 都要作一個預先的政治態度的審查 我相信這個並非一國兩制入面 我們的原意的初衷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份 是令我有關注的 我覺得他這次一封信 主要都是回應 工程院和中科院的一些香港院士 對他的一些六月之前發信的一些要求 他們有些的要求就是說 可能在一些項目的合作裏面面 面對的一些關卡 想他們幫他手去解決 我想這方面來說 他回應他的一封信而已 但是我也都希望呢 就是這一封信始終 中央政府 甚至是國家領導人 發出的一個訊息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非常之重視 每一句每一個字去看一下 他那個含意是什麼 那我想呢 的確呢 如果是令香港的科技界 甚至是包括研發 包括學術等等的朋友 是覺得整件事呢 是進一步這樣被 是個行業或者這個發展 甚至入面的人員 都是被政治化去看的話 我覺得這一個呢 並非行業入面的朋友想見到的事 好 OK